女人如狼似虎之年婚内胃不薄应该做的事 女人步入虎狼之年身体与思想上面都有一定的变化 这使得她很渴望被爱被关怀 同时她们会表现出内心如狼似虎 如狼似虎之年的女人最容易就是出轨 三十如狼似虎的女人如果在家中忍耐不了寂寞 就可能会婚外有情 而婚外有情的结果就是余生不宁或者夫妻离婚家庭解散 那么女人在如狼似虎的年纪应该怎么做 才能防止自己出轨 同时又让丈夫高兴呢 一 婚外有情偷得一时欢毁掉一世情 女人到了三十岁就开始如狼似虎 如果丈夫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陪她 她就会容易产生婚外情的思想 但是请女人记住 婚外有情都是一时的欢乐 却得陪上一辈子的婚外 二 理解包容丈夫 或许你现在才步入如狼似虎之年 但是你的丈夫为了家庭为了挣钱 经常得加班外出应酬 你会抱怨他没有时间陪你 但是请你记住 丈夫都是为了你为了家庭才这么拼 你寂寞孤单时 请记住最爱你的人 陪你余生的人是你丈夫 三 多找事情做 让自己忙碌起来 其实已婚女人 尤其是刚步入狼虎之年 就应该提升自己 不仅是生活技能方面 更有家庭人际关系需要你去学习 同时多健身 多读书 让自己保持更好的身材 提升自己的价值 才能活出更好的女人味 四 吊住男人味 学会烹饪 会烹饪的妻子让丈夫高兴 你想想一个男人在外面奔波 最想念的一定是家 你烧的一手好菜 做容易吊住男人的味 也就吊住了男人的心 不如如狼似虎之年的女人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欲 利用丈夫不在身边的时间 更好地去充实自己 完美自己 这样才能让丈夫更爱自己